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今年30岁的小雅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甲状腺癌盯上 从三个月前起,小雅就被喉咙肝痛,闪之难受所困扰 白天难受,晚上难受,根本睡不好 本来以为是上火了,就自己买了一些药吃 结果没有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不断没有好 吃饭也变得困难了 才赶紧在家人的陪伴下,去了医院检查 才发现是甲状腺癌 问诊医生认为小雅的甲状腺癌与平常心态不佳 总爱吃决菜有关 并从口入,网传有很多蔬菜吃多辣会致癌 这是真的吗? 一,网上传这些蔬菜吃多辣会致癌,是真的吗? 互联网时代人手一台手机 还有电脑、iPad等等各种设备 关注养生的人会发现网上有很多科普文章 甚至有传闻称,以下这些蔬菜吃多了会致癌 第一,无根的豆芽有毒 网传无根豆芽在培育时会添加无根水,是有毒的 食用这种豆芽会导致儿童早熟,甚至诱发癌变 但其实所谓的毒豆芽培育时加入的是六卡基线浇灵等物质 这些物质在农业、园艺等领域广泛应用安全性比较高 二,娃娃菜里有甲醛 网传一些布法三家为了让娃娃菜迈向更好看 会将娃娃菜浸泡在甲醛中 但其实甲醛是一种有刺激性气味的化合物 本身是非法添加剂 正规渠道购买的一般是不添加甲醛的 即便买到了添加甲醛的娃娃菜 在运输、储存、售卖的过程中 也大部分都挥发掉了 一般不会中毒 担心中毒的话 最好在食用前多清洗或焯水 三,生的或吹熟的西红柿不能吃 网上有传言称 很多西红柿是被吹熟的 食用后对身体有害 尽管吹熟剂饱含争 但并没有科学证据能够证明它有毒致癌 而且吹熟剂本身属于农药范围 多数都是低微毒性的 而青色未成熟的西红柿中确实会含有龙葵素 大量摄入可能会导致中毒 不过一两个一般是不会中毒 最好等成熟以后再食用更安全 二,这些网传的致癌水果也是忽悠人的 除了蔬菜之外 网传有些水果也是会致癌的 其实还是要理性对待 不能盲目的亲信 一,打辣的水果 网上有文章称 打辣的水果不能吃 吃了可能会致癌 但其实水果本身会有分泌一层 脂类物质 与防止细菌病毒物质进入 这种水果辣对人体无害 即便有些水果为了追求高品质打辣 也是一种成熟的工艺 据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指出水果食用辣是可食用辣 对人体是无害的 大家可以放心食用 二,人工催熟的水果 如今很多水果采摘的时候是完全未成熟的 经过冷藏,润疏,催熟剂,催熟等过程 才到了购买者的手中 有些人担心这些催熟剂会致癌 但其实对未成熟的水果催熟 不会影响健康 即便有残留也是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无需过于焦虑 三,冷冻的水果 有说法称冷冻过的水果会产生压消酸盐 从而增加致癌风险 但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预计 因为水果中压消酸盐很少 细菌生长很困难 很难产生致癌剂量的压消酸盐 对人体的健康是没有影响的 更不会致癌 真正会致癌的其实是没变的水果 没变水果中会产生 长青梅素 次取梅毒素 三消鸡饼酸 还取梅毒素等物质 还取梅毒素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 会增加癌变风险 长青梅毒素 次取梅毒素是三类 二B类致癌物 也会增加癌变风险 因此一旦发现水果没变 请及时扔掉不要犹豫 三 两百万人研究发现 蔬菜水果这样吃才能够长寿 世人皆知多吃蔬菜水果 有益于身体健康 但多吃到底是怎么吃 吃多少 发表在《循环》杂志上的一项 涉及了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 两百万成年人 进行了长达30年的研究 结果发现每天吃五份 蔬果与最低的死亡风险有关 其中每天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 寿命是最长的 尽管现代社会难免会有一些科技与狠活 但也无需过于焦虑 对于很多网络传言 要科学对待 为了身体健康 平常要远离 没变的水果和坚果类 杂粮类 尽量每天吃两份水果和三份的蔬菜 这样更有利于长寿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一个小红星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辛苦大家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